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 这栏目上全是 有很多网友他问我这样子冬天在椅外露营冷不冷 刚才你看我那上面都有很多霜 其实零下一两度 其实很冷的 但我为什么能坚持是吧 主要是我有这个爱好是吧 你这个爱好吧就是所有的固别人吃 还有我带的装备也挺体全的 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这种冬天在椅外露营要准备些什么东西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帐篷里面的东西吧 给大家看一下我帐篷里面就是这样的 看啊下面我垫了两层防潮垫 这个是蜂窝型的这个是平的 这个就是睡袋 这个是北冰的睡袋 还可以啊 这个吧就像床单一样套在身上的 因为睡袋是脏了不能洗的 就是先套这个在身上的话 就不用洗睡袋 要洗的话就洗这个就可以了 看吧我里面就这样的 我没用整他我就用了衣服垫在下面就行了 每天晚上就这么睡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收拾起来就这样的 这个就是睡的 这两个就是防潮垫 这个是平的 这个是蜂窝型的 因为现在这种冬天 你垫一层肯定是不行的 垫两层好一点 我是2020年的3月16号 从上海出发的 经过了江苏山东河卫 天津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内蒙 新疆 西藏 云南 广西 海南 广东 福建 我今天就离开福建了 就准备往这间方向走了 马上就10个月了 骑行了3万多公里 正在一个人骑行 基本都是搭帐篷的 为什么会选择吃这个苦 我感觉人啊 特别是像我这种年纪的人 就是20多岁这个年年 一定要多吃苦 虽然我现在没有任何收入 但是吧 我花一年的时间去挑战中国一圈了 首先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想了 其次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历练吧 因为你要想一下 干别的事也没有那么有挑战性 一个人骑自行车 你看 比如说中国边境关一圈 要带那么多洗礼 连续性快10个月 从来没有放弃过 真的我感觉我是很有毅力的一个人 我现在就准备收拾东西准备走了 真的很冷的这里 因为南方的天气 大部分都是属于海洋性季风气和 比北方宁夏十几多还冷 主要上就是宁夏两多这里 准备收拾东西吧 准备走了 哇塞 看 这帐篇上全是这个霜 哇 好冷呀 看 看我现在的东西全部收拾好了 太冷了 准备继续往这一间方向走了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